天气炎热不少人一回到家就会开冷气 但是有网友发文表示 租屋处使用的是定频冷气 每天约开13个小时 电热水器是两天开一次 但是才经过一个礼拜 电表已经跳了100度 而且他发现之后 过了大约20分钟再看一次 又跳一度 让他说直呼心好痛 天气炎热不少人一回到家中 赶紧将冷气打开 但定频冷气可能是吃点怪兽 一名女大学生发文表示 在外租屋房东提供的是定频冷气 平常从晚间10点开到早上11点 若整天在家会一直开着 电热水器则是两天开一次 没想到才住了一个礼拜 电表已经跳了100度 当时他过了大约20分钟 再看一次又跳一度 询问这是正常的吗 有网友回应20分钟一度太扯 也有人直呼开冷气 电表就跟跑百米赛跑一样 应该是这个消费者 有其他的用高消耗电的电气产品 电热水器啦 电运斗才会产生 20分钟会一度电费的清晰 实际询问电气行业者 普通定频冷气的大小 若是一吨 约每小时耗一度电 多为房间使用 但若达到三吨等级 确实也可能每20分钟耗一度电 但多半在客厅等大屏数空间使用 目前定频冷气 大多已在市场淘汰 建议改吹变频冷气 约可省下20%到40%的耗电量 增加建议冷气温度调高 搭配电扇能更省电 也建议改选较省电的变频冷气 避免荷包失血 记得安长许修明台北采访报道